中文字幕志愿者 为VVIP客人举办的豪华香槟秀 一样都没少 甚至员工八成以上 都是来自胜利旗下夜店 那还没提NBC追踪 原来胜利风波延烧至今 大家根本不痛不痒 Burning Sound狼狈歇业 换Label高调开幕 墙上用英文挂上王者归来 甚至将当初追查胜利们的 SBS节目片段 拿来混音投在大荧幕上 挑衅意味十足 根本没在怕 性招待调查进入尾声 胜利被以性交易 挪用公款等四项罪名起诉 但申请羁押却被驳回 南韩媒体指责警方调查 雷声大 雨点小 根本虎头蛇尾 再加上Burning Sound夜店代表 李文浩传出正准备 再开一家夜店 犯罪无法根除 南韩民众对司法也失去信心 赛利新闻 时尚真报道